今天外面比较冷 不适合在后院里干活 所以我们就 揪着笔楼 跟大家来 讨论一个很轻松的话题 种蘑菇 我们都知道蘑菇是个好东西 味道很玄美 和很多其他的食材 不一样 接着小时候 我是来自于丘陵地区 我们在春秋两季 在山上 都能采到很多新鲜的蘑菇 当春天万物发生的时候 也就是那些灌木虫 长得大概有一米来高的时候 早上 在露水上微干 你的山上能够 找到很多蘑菇 各种各样的形状 各种各样的颜色 有的是可以直接用来使用 有的是需要用太阳晒一晒 因为直接使用会有毒 比方我记得有一种非常鲜艳的 红色蘑菇 就是需要用太阳晒了之后 才能使用的 到了秋天也是 到了秋天当这些灌木虫 开始枯干的时候 也有一种菌 我们叫做暗蓝菌 数量不多 但是味道比春天的蘑菇 似乎更要选美 所以这些小时候蘑菇的记忆 一直在脑子里面 那个时候蘑菇英文很多 不管是草族吃 印象最深的是下火锅吃 那自从后来出来之后 就再也没有这种享受了 但是一直盼望着 而且我们也知道蘑菇有医疗的作用 这个 那你可以在网上去查 有致癌的作用 有那个作用 这个作用 我知道在网上 有些YouTuber博主 他们 他们种蘑菇 比方说Fresh Cap 这个博主 他种蘑菇不是为了吃的 至少他也不卖菌种 也不卖蘑菇 他就卖什么 他把蘑菇制成粉 然后 Powder 去卖这些蘑菇的医疗作用 从这方面的母亲利益 所以蘑菇是个很好的东西 味道鲜美 又有医疗作用 甚至我们还说蘑菇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它是一个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用来种蘑菇的这些料 不是什么高级东西 而是那些经常是农产品的这些副产品 都是我们小时候扔掉的那些东西 喂牛啊 或者是拿来当彩烧的 比方说 稻梗 麦梗 稻壳 高粱壳 棉壳 还有这种枯木 锯木 锯木鞋 还有刨花 这些都是可以用来种蘑菇的 在我开始种蘑菇 我甚至怀疑说 这个刨花上面能有多少营养 基本上就是纤维嘛 它能够长出这么味道鲜美的蘑菇吗 我是不是要还给它提供一点这个蛋铃甲呀 这个营养很额外的营养元素 后来这个经历告诉我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甚至当我给它提供很丰富的营养的时候 有时候还会失得起反 蘑菇没有好好长 杂菌可能会长一大堆 所以蘑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也是个很神奇的东西 我对这个种蘑菇的兴趣 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 在网上买了一个懒包 那现在3月份到现在12月份 已经大半年过去了 可以说已经比较成功 大家可以参考我10月9号 一个视频叫做蘑菇生产房的高效率运转 我现在种的蘑菇有成功种植的 有各种蘑菇 有Golden Oyster 有Golden Oyster Pink Oyster 还有Blue Oyster 还有Powl Oyster 还有Cain 另外我还种的有Ninesman 就是猴头菇 你还在试图在种这个Shitake 就是香菇 现在的这些特别这些品菇都种的比较成功 可以说 各我们一家几口人 风多粗粗有余了 不管是烧了吃炒了吃炖了吃炖了吃还是下火锅吃 基本上满足了小时候对蘑菇的这种失望的一种欲望 那我从一开始种蘑菇就在网上分享我这个种蘑菇的这一个经历 我6月6号我做了一个视频叫做《统装蘑菇处理座》 后来也绿续记录了我这个种蘑菇的这些经历 有成功的经历有失败的经历 但是我就发现好像我们华人圈子对这个种蘑菇大家观看量不多 相反我在种菜里面的一些食品 比方说这个怎么做compost 用干树叶火捡了嫩草 捡了这个草做compost做堆肥 还有怎么这个给果树修剪啊下鸡啊 这些视频都很受欢迎 但是种蘑菇却这个观看量很少 那我想不应该是我们华人对这个蘑菇不感兴趣 实际上这个种蘑菇应该是现在在美国的这些种蘑菇 很多博主都承认这个一开始是来源于东方 来源于中国啊日本啊 我们其实在国内这个蘑菇种植是相当成功的 各种各样的蘑菇用各种培养尿充蘑菇 各种规模的室内种植工厂化的种植都是相当成功的 我想大家为什么对这个一直好像观看量不大呢 我想的原因主要是包括我自己以前曾经也有这样的疑虑 好像是这个比较难好像没有种菜来的容易 我今天就想告诉大家鼓励大家都来种蘑菇 种蘑菇没有种菜那么难 甚至说比种菜容易 而且这个成本转化效率更高 我也可以说你按照我今天所说的这些办法 你开始起步你是保证你能够成功的 第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推荐大家从懒人包开始 你不要从那个高大上的什么分离菌种啊 然后种出各种各样的稀奇各样的品种的蘑菇 你从懒人包开始 懒人包英文叫做Mushroom Grocery 这个你可以在很多地方可以买 你可以在Local Grocery它也会有的卖 或者是Home Depot 还有Lowes 网上也有 网上叫Amazon Easy ETSY 这些网上都有这些懒人包买 我的第一个懒人包就是三月份从Amazon上买的 这种懒人包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 你不用做什么 基本上你不用做什么 因为懒人包来的时候都 它都会给你有比较强劲的这个Description 然后你告诉你怎么做一步一步 你基本上不说百分百的能够达到它最高的产出效率 但是你收一茶两茶蘑菇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个种懒人包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让你有成就感 你终于自己种出蘑菇了 告诉大家我虽然是从小我们对蘑菇很有经历在山上采蘑菇吃 我自己的专业也是微生物 所以对这些真菌呢这些也都是很有理论知识的 但是当我没有自己亲自种蘑菇之前 还是有一些疑虑的 然后不知道如何下手 当我第一次从懒人包里面种种蘑菇的时候 也是非常兴奋的 所以懒人包能够有成就感 而且呢 它更主要的是让你培养 你对这个Mushroom 对蘑菇这种特殊的这种真菌啊 有认识 帮助你认识这种真菌 它的生活习惯 它的培养环境 比方说像这种认识 对我就有帮助 像我现在虽然已经种了有大半年了 但是我有时候还会回顾一下 我种的第一个懒人包 那一些经历 会用上来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是像我种片刻 我一直吞的时候 我就随便种种还种的蛮好 但是当我set up这种蘑菇生产房的时候 里面的食度啊温度啊 它能够自己调控的时候 相反 我的苹果Oyst长得不好 刚开始 都长了很长的饼 这个味道也不好 因为苹果Oyst 它的主要的使用部分 是在散盖部分 它的饼呢 是比较 比较纤维化 口感不是那么好的 但是后来我就回顾 我第一个懒人包 这种Oyst 它其实对氧气要求很高的 当你在生产棚里面 你打到那些人家所说的 95%的10度啊 90%以上的 humidity的时候 那个氧气就是不够了 所以我就把它搬到室外 就是每天给它喷几十水就好了 相反 在这种很简单的环境下 还能种出更好的蘑菇 大家可以参考我这个12月8号 我用那个骨灵病 种了蘑菇 长出来非常漂亮 那就是没有放在生产房里的 就是放在室外 每天给它喷几十水 但是首先保证它有充足的氧气 那么说到乱人包 刚才说到在哪里买的问题 那我也顺便给大家交代一下 这个也不是一点上头你都可以 什么品种都可以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从什么时候开始 首先有个季节的考虑 有些品种是使用沙漠种的 夏天种的 有些是使用冬天种的 那像我呢 就在这方面今天也吃了这方面的亏 我们说品种吧 这个我建议大家从评估开始 各种各样的评估 就是Oyster 有Golden Oyster Blue Oyster Pink Cain 那这些Oyster都很适合 这个在 你买两人包来种植 那特别是 这种Pearl 珍珠 还有Blue 这两种 但是这两种Oyster 它不太适合 像我们的这个美国南部 夏天温度很高 所以我后来当我自己分离了很多菌种 然后在夏天准备大肆种植的时候 我发现很长时间种不出来 最后发现温度问题 所以那下面就是考虑季节了 那在这些Oyster当中 Pink和Golden 是使用在高温的环境下生长的 那甚至外面摄氏 室内的温度 就是摄氏25度 一直到摄氏30度 夏天 它都是能很好生长的 那相反 Blue 或Golden 这个 I'm sorry Blue 或Pow 这两种Oyster 就是蓝色的 和珍珠的 还有Cain 这两种是低温环境生长的 那将在我们这边 我是从11月份才开始吧 拿到这个 后阳台上面的一个生产棚里面 能够解除自然温度的 那现在 这是冬季生长的 那有些品种 我不太推荐大家 种的就是什么呢 像Hitake 香菇 我到现在还都是Juggling的 怎么 虽然 这个你要看网上 人家种是怎么回事 自己亲自摸索 你要对一个菌种的生长环境 有一手的认识 那还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不建议大家种Line's me Line's me 身长周期很长 搞不好容易扎菌 你可以先种这种各种的 这个Oyster 那Oyster当中 我也不太推荐Cain's mushroom 有的叫Trumpet Trumpet 这个Mushroom 第一是低温 第二它身长周期比较长 所以也不是很容易成功的 那这个是懒恩包 所以我强烈建议大家 从网上就先买这种懒恩包开始 建立对蘑菇的认识 而且也给自己一点成就感 当你懒恩包种成功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做统装蘑菇 那这个就是往下一步的发展 统装蘑菇呢 懒恩包你可以不用做任何事情 但统装蘑菇 大家可以参考我的这个 6月6号的一个视频 我的桶装蘑菇处理座 当时是用的PinkOyster 那桶装蘑菇它需要你 你要买菌种 而不是买懒恩包 白这位 说了这么多懒恩包 我还给大家介绍一下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懒恩包是什么样子的 我叫他买恩包 实际上就是我们叫菌包了 就是含有这个培养 培养鸡 培养鸡子在这个包包里面 然后呢 你按照一定的操作环境 就能长出蘑菇了 你看我这个是个GOLDEN OYST 刚刚发生 这里面 你看到大家小小的这个 包菇蕾是吧 你看得见了 这是一个 那这一个呢 是这个LINESMAN 也是另外一个菌包 然后已经开始产生这个 这个核豆菇 已经有点规模了 那这一个包里是 已经产过蘑菇了 产过这个几次了 这上面 这是我一个PINK OYST 已经在上面产生了 我10月19号 采收过一次 10月26号 采收第二次 那现在在生产房里待着 它可能会再产生 第三次到第四次 会从这个口 给我开的口 产出来的 那我叫它LINESMAN 是因为 是人家给你做好的 不用你自己做 所以叫LINESMAN 那比较 妥当的称呼 就叫菌包 蘑菇生产包 我叫它Production Bag 这个基本上就是 不管你买来 是什么形状 是球形的 圆柱形的 还是像我这样 长方体型的 它基本的做法都是 里面是培养料 是棉菌的培养料 这个当然就需要 高压棉菌锅 这个培养料有多种 但是我们现在 最用的最多的就是 这个Saw Dust 我买的就是Oak 这种树的Saw Dust 还有这个高粱壳 高粱壳的很活物 人家给你装好了 灭菌了 而且接种 把在无菌环境下 把像我这个Pinkler 外式的接种进去 然后再使当的温度培养 当长满菌丝之后 它会寄给你 你要的它寄给你 然后你按照它的操作要求 从里面 当它的菌丝 生长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就Garantee 它会产生蘑菇的 所以这个就是 南安包 给大家一点这个 直观的这个印象 那我这个菌包是 五磅重的 你买来的商品菌包 可能一般就是 三磅重 那它能够的产生 一到三茶蘑菇 可能最多就是三茶了 完了之后呢 你也可以不用把菌包扔掉 你就把它 大家给参考 我这个6月6号 不是6月6号 是12月8号的 有一个视频 我是把很多这种 已经产过 三茶 四茶蘑菇的这种菌包 又放在一起 上面堆上这种 parting soil parting mix 它能够再产 两到三茶这个蘑菇的 但你不可能 你可能没有那么多菌包 废弃的 你可能就一个两个 你也可以用个小花簿 装起来 上面再放上parting soil 浇上水 它还是可以再 再产蘑菇的 或者是这个 季节适合的话 你可以把它埋到土里 上面盖点土 盖上parting soil 它也会继续长蘑菇 再说到老人包 那下面我们快速说一点 这个因为时间比较久了 说一点这个 筒装蘑菇 那筒装蘑菇 在我前面的视频说了很多 我这里简单就是说了 说一下 就是说你可以 老人包完了之后 第二步升级 你就是筒装蘑菇 你同样你不需要无菌环境 你只需要买一点这个像 刨花呀 典型的这种刨花 就有这个 我们常用的是S-band S-band 这种刨花 你也可以买这个 巨木屑 也可以买稻草 来种桶装蘑菇 那关于这方面 网上的资料也很多 我也打算做一个视频 做一个检视的 这个桶装蘑菇的视频 因为一般大家是把这些 买的这些培养料 用开水锅里煮 那煮的这个比较massy 搞得这个厨房里一塌糊涂 我现在用的办法就是 直接把它放到桶子里 用烧开水把它一烫 然后第二天就跟菌种搬上去 比较容易一些 所以我会专门做个视频 来说这个事 那所谓第一 你要买培养料 就是这些 另外你就是买菌种 菌种叫Green Span Green就是 就是穀物的意思 Span S-P-A-W-N Green Span 这个是人家已经 已经接种了菌的穀物 而且Fully Colonized 长满了真菌的 你把这个你可以 就在室外 你戴手套 不戴手套都可以 那不戴手套 你可以用酒精消消毒 就把这个Green Span 把它混合到培养料里面 然后盖上桶子 在一个月之内 只要是生长季节适合 它也会长出蘑菇 好了我想今天的时间 已经够多了 那我们就 也是随便聊聊 就聊这么多 那有了这两个 南银包 桶装蘑菇的经历之后 我希望大家 再有兴趣 就可以晋升 大家可以参考 我这个前面的视频 说到这个无菌操作 并不懒 也是每一个家庭环境 都可以做的 那是后面的 另外还需要 投资一点 那是后面的更高级的进程 好了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 我会尽量回复大家 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高见 也请大家不吝嗣 好的 谢谢 咱们下次再见